剛剛應該前四題比較簡單 後面的5到8可能比較困難 比如像第5的話就是 考你會不會設定那個框線 OK 那框線的話它會 他說第一個那個範圍 所以要特別注意你一定要先知道 他要你設定的範圍 你要先把它選起來 不要選錯 我覺得有時候其實 很容易做錯就是選的範圍 第一個就選錯 你後面做就全部錯了 OK所以A1到N75 先確定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的話就是 內框線為最細框線 所以他希望你先把那個範圍選好之後 先設定那個內框線 就是最細那條線 然後外框線的話就是 次出 所以你還要知道說到底哪一個是次出實線 你要算一下位置 OK 但他其實會有給你指示就是說 框線樣式右邊 右邊 右邊的第5個樣式 OK 所以他其實是考得還蠻細的 然後 第2列 與第3列為雙線 我們先完成這個 等一下再完成 所以第1個 先把那個範圍選起來 A1到N 所以 N75 所以首先第1個 我是建議優標先放在A1的位置 然後 再向下 捲動到N的75 然後按SHIP的鍵 去選取 SHIP的鍵按住 然後再點一下 N75 這樣的話 先確定一定沒選錯 好第1件事 第2個動作的話 那要怎麼去設定那個框線 一般我的習慣 我會選這個常用 面板裡面的這個框線 我個人的習慣是從這邊找比較好找 但如果你有別的地方可以 顯示框線的話 也可以啦 但就是要找一個方式 是不要做錯就對了 OK 那我的個人習慣會從 那個常用裡面的這個框線 點選其他框線 他就會跳出那個框線設定 這是我個人習慣 OK那一定要找一個你習慣 而且不會做錯的方法就好方法 OK我是找這個地方 所以我就先選好之後 然後再點這個 這個框線有沒有 然後其他框線 他就會跳出那個框線的設定出來了 OK 好 那接下來的話 內框線 其實你可以看到內框線 其實指的就是這邊有個內線 有沒有內線其實是內框線 所以要怎麼做動作比較標準 先第一個 先給他樣式 那樣式他說最細的 指的應該就是 應該是 這邊算下來應該是左邊 左邊的最下面這個 先點一下 然後再點一下 細線 細線的話 內線點一下 OK 有沒有發現 如果你點內線的話 那 他就會把裡面這兩條線 把它 加上去了 所以這個 先選樣式 這第一個動作 第二個動作的話 再點那個內線 這兩條線 按確定 應該內線就OK了 我們先 當然你先不要按確定 因為後面我們其實他還有別的要求動作 第二個 所以第一個是內框線為 最細實線 而且他還有 說是左藍的最下面那個樣式 那外框線的話是次出實線 是什麼呢 右藍 右藍的第五個 所以其實右藍的第五個的話 右邊 12345 就這一個 次出 框 這個實線 點一下 然後再去點那個什麼 點那個 外框 這個地方 有沒有內線跟外線 確定一下 外框線 沒錯啦 OK 所以就點他一下 這樣子 OK 那這個動作就完成了 你想要這個動作是確實的 一定不會錯 而且一定有分數 按確定 那這個 這個部分的分數有了 所以其實剛剛做只有5-1 有沒有這個5-1 然後5-2的話就是 第2列 與第3列之間 為 雙線 第2跟第3 所以呢 我們先找一下第2 第2是這個 第3 那也就是說 第2跟第3的話 其實做法有兩種 一種是你可以選第2列 第2列的下面這一條線 或者是第3列的上面這一條線 都可以 所以我個人的習慣 我覺得好像第3列 感覺會比較 比較好選 而且比較單純 那第2列好像它會有跨欄之中 所以我們乾脆選第3列這個 選起來 OK 所以等於是選應該是選A3到N3 然後再利用剛剛同樣的方式 點這個 有沒有框線的地方 其他框線 那因為呢 相較於這個框框 其實它這個框框 指的就是 有沒有你現在選這個框框 它將來呢 對應的就是這個框框 所以我主要是要針對這個框框的上面這一條線 變成雙線就可以了 所以 第一個我們先選 A3到N3 第二個選雙線 雙線應該是這一條 OK 然後記得 再去點上面 上面的話是這個框框的上面 所以你就點上面這條線 點一下就可以了 它就會變成雙線了 也就是說 我把 上面的這一條線 把它變成雙線 然後按確定 這樣就OK了 或者另外一個方法就是你選 那個 第二列 然後它 就不是上線 就變 下面那條線 這樣也可以 OK 只是說 確定 那個 它這條線 是雙線 就OK了 按確定 那你當然可以把它放大一下 看一下 確定一下 這邊是不是雙線 有沒有這邊就變雙線了 好 這就是第五 所以你會發現第五又比前面試題 來得更困難一些些 主要是框線 你能不能 設定到它要的那個效果 那再來的話 設定什麼 設定格式化條件 它就五分類 這個五分類 首先當然 它意思是說 要把 什麼呢 把那個 18棟到 那個 54棟 OK 就這三個 的Leader 的欄位 把它變成 也就是把數字 變成那個圖式 數字變成圖 那所以它選的範圍應該是 E3到 E75 然後H K 所以其實選 第一件事就是 要先把Leader這邊 有沒有 把它選起來 那選怎麼樣選比較快 以前如果你用這樣選不OK 我建議你優標先放在E3 然後選到底的話 建議 寄一個 組合鍵 Ctrl Shift向下 Ctrl Shift再按向下 Ctrl Shift加一個向下 那Ctrl的話呢是選到 這個範圍的最底下 Shift的話是等於是 等於是選取的動作 OK 這個可能一定要記一下 因為如果不會 Ctrl Shift向下的話 說真的很難選 頂多你可能用Shift鍵 Shift鍵好像沒那麼方便 一般還是會建議用 Ctrl Shift向下 所以優標先放在 那個什麼 E3上面 然後按Ctrl Shift向下 那接下來一樣就是說 Leader 所以他18 36跟54 所以 36的Leader一樣要選 那選怎麼選 按Ctrl鍵 然後再去點 H3 那怎麼選到底一樣 Ctrl Shift向下 有沒有 就選了第二個範圍了 然後第三個範圍呢 就是54洞 所以一樣的方式 再把優標點這個 E3的儲存格 記得點之前 一定按Ctrl鍵 Ctrl鍵按住然後再點E3 那一樣 Ctrl Shift向下 三個範圍一起選起來 你說老師那我可以分三次做 其實好像也可以 但是 我不確定他到底會不會給你分數 他 他其實就是 希望你一次做 三個格式就對了 所以如果你假設不會 連續 選三個範圍的方法的話 這個 OK好了 反正 盡量 一定要把他學會就對了 Ctrl Shift向下就對了 所以 點這裡 Ctrl Shift向下 再按Ctrl鍵 點這裡 Ctrl Shift向下 Ctrl鍵 再Ctrl Shift向下 OK三個範圍一起選 選完之後的話 要設定格式化 那格式化在哪個地方 各位可以看到 在常用面板的 這個裡面有個叫 設定格式化 條件 有沒有 那裡面的話 就會有很多的選項 包含就是說 怎麼樣把 資料變成 橫條 色階 其中就有一個叫 圖示級 圖示級裡面的話就會有一個叫 五分類 OK 五分類應該是這個 有沒有 五分類 OK 不是五分譜 就五分類 五分類 OK 那五分類的話 看起來其實就是說你那個 有點像手機收訊狀況 OK 那用手機的收訊狀況來表示那個數字的高低 OK 所以呢 他其實就是要你 找到那個什麼 就是 先選完之後有沒有 然後常用裡面的 設定格式化條件 圖示級 五分類 點下去之後 那這一題應該就算成功了 點下去 還有嗎 OK 這樣應該OK了 看一下 確定一下 有沒有 其他的要求 對啦 他其實只是比較 這個只是說明 OK 那這樣這個部分就完成了 第六 OK 第六 所以這個第六比較難的應該就是 Ctrl-Shift向下 選三個範圍 然後呢 再一次做 所謂的那個 設定格式化條件 的那個 圖示級 五分類 五分類 這樣就完成了 好 這是第六 那第七的話呢 我們接下來再來看 第七 OK第七 OK第七 第七跟第八吧 沒有 還有 那最後的話呢 還有就是設定什麼第七十八棟的 Leader 72 72 然後呢 Leader 所以這個比較簡單 就只要選一個 但是要三旗字 的圖示格式化 然後呢當什麼 甘數低於 10個百分比 記得是10個百分 百分位數 那就是綠色的 然後呢 當甘數低於20 20以上 大應該是低於 小於 等於20 而且高於大於等於10的話 那就是用黃色的 那其餘不標示 OK那這個要怎麼做 當然第一個一樣 我們先把範圍先選起來 所以這個範圍就不要管他了 再來的話選這個 72棟的這個Leader下面這邊 先優標放在N3 然後Ctrl Shift向下 好 第一步OK了 第二步的話一樣 設定格式化條件 常用這邊有一個叫 設定格式化條件 那一樣是圖式級 不過呢 他要的是這 這個啦 但這個 這個圖 這個其實 跟 我 他指定的規則不一樣 所以怎麼辦呢 請你選擇其他規則 這個可能要選一下其他規則 OK 比較麻煩一點 然後呢 一樣是圖式級 找到哪一個呢 找到那個 三旗子 這個 旗子的這個 OK所以你就往下 選 這個啦在這裡 OK 有沒有三旗子 然後呢 第一個你要改什麼 特別注意喔 圖式 類型部分 百分比 看一下 不過特別注意喔 這個有個陷阱 他要的 單位是叫什麼 百分位數 不是百分比 所以第一個的話 要先給他一個 百分 位數 在這裡有沒有 蠻近的 所以這個很容易做錯 看起來好像百分開頭 先改這個 這個也一樣 改成百分位數 OK 然後呢 什麼時候是 綠色的 他這個有個 題目有 要求啦 他說 當甘數是 低於 低於就 小於等於10 有沒有 小於等於10是 綠色的 所以先 小於等於10 當小於 小於等於10 小於等於10的話 所以他這個 方向 小於 我們按照那個 題目要的 這個部分 第一個 小 低於10的話 因為他那個 設定的部分 我們先設定為 把他改成綠色的 然後呢 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要讓他 小於10 就把他改一下 這個要把他改一下 OK然後 然後 那這個應該要等號 我看一下他那個 題目好像有提到有關就是 有沒有 當 低於10% 低於好像不 不包含嗎 沒有等於 所以是低於10 低於10 低於10 且高於 而且這個是有函 OK 所以這邊的話 應該是 10 然後應該是 大於10 這邊應該也是 大於 20 這個改一下 OK 把它改一下 然後 上面的圖示部分的話 這邊就是沒有圖示 這邊的話 當然 他如果是 小於 等於20 而且大於等於10的話 那就黃色的 那當他是 大於 等於 10的時候 那就是綠色的 OK 所以 這邊 這一題應該是 這一題裡面比較麻煩 比較複雜一點的 因為變成他要去 制定他的相關 的範圍 OK 最後如果你假設要確定說 是否做對 那我在雲端上其實是有放 最後參考 我做完的答案 OK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最後好像 我這邊好像有 等於 我再確認一下 OK 我看最後應該 如果要是正確的話 就是 記得這個裡面的那個 比對符號 大於等於20 大於等於10 那底下的話 就是黃色跟 綠色 最後做出來 按確定 OK 那你可以看到 最後 應該就是 會顯示 還有一個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為他最後只要顯示那個旗子 不要顯示數字 所以如果 假如 你要最後 不要那個圖 我看這個題目好像有特別提到 是不是 不顯示 不顯示標示 OK 也就是最後看到的話 這個有個旗子 對他沒錯 OK 他沒有把那個旗子給隱藏起來 好 OK 所以最後的話 就是把剛剛的那個設定 如果假設你按確定之後 要回去再修改的話 你其實是可以從 這個地方 常用裡面的那個設定格式化 這邊有一個叫管理 就是管理規則 如果你剛剛 按確定之後回去要再修改的話 你可以按管理規則 管理規則裡面這邊就會有個編輯規則 如果假設你按確定之後發現 其實你做錯了 那你回頭可以再編輯一下 你按編輯規則 他會 回到那個剛剛的這個 這個設定的地方 讓你再去做修改 那你們可以看一下 我有在雲端 上面 放那個最後的那個 正確的答案 的畫面 你就把那個畫面 照著做 我覺得他這個 最難的應該就這一題 好 那最後按確定之後 OK 那我們把這題再編輯一下 最後的話 我們如果 還有一個就是將那個儲存格 A1到N2 改成淺 綠色 所以呢 A1 A1 所以選 這邊點一下 再按修個鍵的話 再去點N2 好 然後接下來的話當然我們就把那個 找到油漆桶 油漆桶填滿顏色 然後找到那個淺綠色 淺綠色的話應該是 這個吧 OK 他會顯示出 淺綠 那你把它點下去 這樣就OK了 好 那A1到N2 這個範圍的顏色 就填滿成功 好 那這一題就完成了 OK 那完成之後的話呢 如果是考試 你最後記得就是把它存檔 成 EXA01 OK 所以這個 第八存檔 存檔的話呢就是把它 另存新檔就可以了 把它另存一下 OK 另存新檔 然後瀏覽一下 那檔名的話 他原來檔名叫做 EX什麼呢 EXD 對不對 你把它改成 EXA01 這樣按儲存 理論上就OK啦 所以考試的時候 他會指定一個目錄 就是C點底下 什麼 NS.CSF 然後斜線 EXA01 EXA01 你就把它存在那裡面就對了 因為將來會是 用那個電腦評分的 你就把它直接 存檔 OK 好 這樣 那這個第八部分的話呢 它有存兩個檔 第二個的話呢要存成什麼 存成一個叫ODS的一個 OpenDocument 就是另外還要再存這個 所以最後呢再把它 另存一下 另存新檔 然後一樣瀏覽 我們找到根目底下 然後這個檔名他要的叫GOF 所以我們一樣就按照 題目要的就是把它改成叫GOF 然後差別只有副檔名改成叫 ODS 指的就是最下面這個叫 OpenDocument 試算表這一個 記得要改這個 ODS 其實他這邊沒有顯示出那個副檔名 不過沒關係 就記得 最下面這一個叫OpenDocument 試算表 然後按存檔 OK 然後他會跳一個什麼呢 相同性問題 那就不管了 按是就OK了 好 這樣的話呢就完成 第102題的 練習 OK 請各位 再試試看好了 最好 可以再把那個 這個題目 就是關起來 重開一下看看 有一些細節部分 再稍微了解一下 尤其是那個最後 最難的應該是這個 第6題的部分 試試看 如果這一題做完之後 往下捲動 你就可以再繼續看一下 10 剛才是102 然後 再來的話 就可以看一下 104題 1